我和她认识了不久就开始谈恋爱了 说实话 在这之前 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 我会找一个比我大十几岁的女人谈恋爱 可自从认识了她 我才明白原来有些感情是没有理由的 我下了很大决心 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本以为年龄不会是我们之间的障碍 但是 事实上也许是我想的太简单了 我不知道我们到底还能走多远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小董 21岁来自山西餐厅服务 来 有请 有请小董 有请 女嘉宾小琴 37岁来自河南餐饮服务 来 有请小琴 欢迎两位啊 姐弟恋是吧 算是吧 算是吧 同事 上级 多久了谈恋爱 有一年多了吧 谈了一年多了 对 谁先追求的谁 我先追求的他 你知道他比你大那么多吗 知道 也知道 其实年龄对你来说不是问题是吧 我觉得吧 这个年龄真的没有太大的问题 只要说你真的真心喜欢他 应该还是可以在一起的呀 你了解他吗 在一趟相处了很长时间的 也算是很了解的 也算很了 我问问啊 那他以前结过婚吗 结过一次 结过 有孩子吗 有一个 孩子多大 七岁吧 男孩女孩 男孩 跟谁了 跟着他呢 见过那男孩吗 见过 我们在一块还待了有一个多月吧 还待了一个多月 跟你儿子处得好吗他 还好 今天谁要来的呀 他 你要来干嘛呀 就是他平常就是说我这个小心眼嘛 小心眼 你小心眼 就觉得因为我平常上班的时候 他说我打扰他工作 觉得我做的一些事情在跟他的工作 就是可能起冲锁 你们俩不是一起的吗 是呀 但是我们做这个酒店餐饮行业 但是我们不是在 你是什么岗位 服务员嘛 那您呢 我是开了一家那个劳动派遣人力支援 然后我是管人事这一块的 管那个人力调动 等于是我上班时间少 我一般都是接打电话 安排工作 都发工资干嘛的 你嫌他打扰你啊 他说的情况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干我们这个餐饮行业的 在我手底下的人 因为有好几十个呢 我每天要接很多电话 要安排他们工作 我们这份工作 它就是日日节的那种 然后每天下班了 还要都发工资干嘛的 然后比如说有些男孩子都是90后的嘛 然后我的头像是女孩子的头像 给他们都发完工资 他们会说都发一个默默的表情 会发一个亲的表情干嘛的 然后我也没在意 我说他们小男生吧 你90后的 毕竟他们发就发了 对吧 还有些人他们会无中生有的 你打个电话说 那个他美女 你去哪里上班的话 我就去 你不去的话我就回去了 还有些人他们会说 他谢谢你老婆怎么着的 会给我都开这种玩笑 但是我从来我都没理会过他们 而他会看到信息以后 他就会把电话 他打给人家 说你谁呀干嘛的 他跟人家吵 都会都骂人家 吃醋了是吧 不是你想啊 是不是吃醋了 可能吧 但是有些事情 有些问题也是一种原则性的问题 就比方说 你说你发工资 你发表情什么 我都不说什么了 对吧 但是你有些问题 你像有些人给你发一个 谢谢老婆 你觉得你发这个合适吗 对吧 那我打电话问他 我错了吗 确实谢谢老婆这事 对不对 我没有做错呀 对吧 我是给他打了 我也是 我跟他吵了 但是有些问题 我肯定是要跟他说明白的 对吧 你是我女朋友 不是他女朋友 他凭什么给你这么发呀 对对对 他们是小男孩 他发这条信息 我并没有理会他们 行 这事我们就放在这了 你当时怎么就答应他了呢 他也是个小男孩 因为当时吧 我们从事这个行业 跟我们做的人很多很多 然后当时别人把他介绍 到我这的时候吧 他当时我看他挺小的 看着长得也小 然后我就对他可能 他照顾点有点多吧 因为他跟我干的人 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 对吧 是是是 都是90后的 我都把他们 都当成小弟弟去看待 你包括他们有时候 比如说姐 我那个 我没衣服了 你带我去吧 这个了 那个了 我说行 然后我带他们去逛街 去买衣服干嘛的 然后 我可能是对他 照顾的挺多一点吧 然后他可能就 误认为是那个了 你接受他了 当时就 我当时没有 因为当时我才刚认识他的时候 他 这么说他追了你多久 你答应他的 八百年嘛 这就难怪 他看别人他得提防啊 那也是小弟弟啊 那也是90后啊 那也好可爱的 对吧 那也需要姐姐的关怀 对吧 我对每个人 你能理解他这个心思吗 我能理解 能理解 行 你们俩的事 双方父母都知道吗 不知道 还不知道了啊 他家里人知道你的存在吗 就是他孩子知道 其他人呢 父母什么呢 他妹妹知道 他家里人不知道了 是他刻意隐瞒的 还是你们商量好 先不说的 他回家很多次 我也跟他讲过 我说我跟他一起回去 然后他 各种理由就推托我嘛 就说不让去 说你也就在这边 好好上班 怎么着的 我说行吧 那我就上班吧 是吧 你们俩商量过未来吗 这个 也想过 你是怎么想的 我觉得吧 这个 他可能就觉得我年龄小 其实我就觉得 年龄小不能代表什么 我从十几岁 我就出来打工了 我觉得 我没有太多的经验 但最起码的生活经验 我也是有的呀 我最起码 我就说 我不能说 把你照顾得太好 但最起码 我照顾你还是可以的呀 你有考虑过 你们未来吗 我考虑过 但是我对未未来 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为啥呀 不看好 因为他年龄太小了吧 刚开始的时候吧 他对我确实特别好 像那个 刮风下雨的时候 他会主动的 你打着雨伞 他去地铁站 你去接我 然后我上班的时候吧 有时候他会去送我 有时候晚上的时候 我比如说累了一天 晚上还要都发工资干嘛 忙到十二点 连饭都没吃过 然后我会给他打电话 说我今天 我还没吃饭呢 给我买点饭 你帮我都带过来 他说好 然后有时候我想吃什么 不管多元 他都会给我带的 这个我很感激 他对我照顾得很好 但是他就是年龄都太小了 有时候办事各方面 不太成熟 我就觉得 他就一直想跟我分手 我的意思就是 不想跟他分手嘛 对吧 你分手的理由 是因为他太小 是太小 还有就是 由于我家庭的原因吗 我21岁吧 就没有我妈妈了 然后当时就是我爸爸 我们都带大的 我下面有两个妹妹 然后又造了那个 不幸的婚姻 然后单身很多年 也没谈过 然后后来他对我也挺那个的 我也觉得这种爱也蛮好的 当时也没想那么多 我说有个人帮我照顾着 干嘛呢 一个人在外面实在是真的太不容易了 对啊 然后后来过完年 我爸给我打电话说 你回家一趟 我说行 咱会我回家了 我爸 他不是心脏做过支架吗 还有那个搭桥手术 当时医生就讲了 不能让他生气 不能让他干嘛 他都一直在催我 这个婚姻的事 说你再乘个家 你毕竟这么年轻 对吧 一个人你单着 你在外面过得也特别不容易 最起码你找个人帮你 然后我爸在家里 给我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说 你找个老家的 然后找个他比你大的 你最起码不再重复以前的婚姻 然后我跟我爸讲 我说我找一个 他比我小的怎么样 我说假设 我爸说不行 你找个小的 人家都还年轻 你都这么大了 对吧 因为这个事 我大伯嘛 我爸 我姑 我姨 我舅 还给我上了一堂很深的课 他们的意思是 找一个大的 找一个老家的 我很难选择 我很难抉择 因为我不想让我爸 他在生气 如果他在倒下的话 我真的 听明白了吗 我知道 他之前也跟我讲过 他说他家里边 他父亲可能是 之前也做过手术 他不跟他爸爸说 我也能理解 但是我就觉得吧 你现在说这些 应该还是觉得 有点太早了 毕竟我能照顾你啊 你找一个年龄 比你大的 你觉得他能 对你孩子好吗 一样的呀 对吧 我现在 我跟你孩子在一起 跟你在一起 我对你好 对你孩子好 不能代表 我对你爸就不能好 对吧 这个问题 你着急结婚吗 也想过 但是因为年龄不到嘛 喜欢你姐姐啥呀 我就觉得吧 就是刚开始嘛 就是 他可能在他眼里边 他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但是可能在我眼里边 因为我嘛 就是从小 可能十几岁开始 我也是父亲嘛 跟家里边赌气出来的 一直也没有 跟家里边联系过 然后呢 就感觉自己想有个家嘛 觉得他对我挺好的 我觉得 我也挺喜欢他的 就开始追他的 以前 追他之前谈过恋爱吗 有过一个 也是比我年龄大的 也比你年龄大 对 后来为什么分开 他年龄比我大嘛 人家可能家里边 也是不同意 家里边催他结婚了 然后回家结婚去了 我问一个 那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啊 你们俩分手之后 会影响他的工作吗 不会 我会把他当做 小弟弟一样去看到 当朋友 你着急再嫁吗 我想单身 我不是那个意思 不是着急再也嫁的问题 所以那不就没事了 你们要喜欢就谈着呗 也没人说结婚 我是这意思 不是 那样谈的话 会影响到我家里的 你老父亲不是希望 你嫁一个人 又没干涉你自由恋爱 不是 他想让我找一个 他比我大的 你再说了 他家里人也不同意啊 他姐知道 我跟他都是相处的 还有我的照片 还给我打过电话 然后还问过他的情况 然后过年之前 我都跟他讲过 然后我说 你都六七年没有 回过家了 对吧 你今年你回家里 你看一下 然后他说我不回去 怎么怎么着的 然后2月14号的情人节那天 我们都在一起上班 然后中间刚好都休息的时候 他姐给我打电话 然后他说 你为什么不让小董回家 我当时我就懵了 我说不是我不让他回家的 然后他姐给我又发信息又骂我 你为什么勾着小董 你不让小董回家 你那么大 你糟蹋我弟呀干嘛的 他把我当时都骂过了 我说真的不是这样子的 你问问他 他的家里都不会承认 你想着我家里你会承认吗 不是我当时我知道这个事 因为我当时我也看见短信了 但是我后来我也给他打电话了 我说了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你也不用管 你从来没有管过我 你为什么现在要管我呢 对吧 我现在基本听明白了 两个沦落于天涯的人 都需要一份爱 可能在彼此的身上找到了 但是这段爱是不是一段爱情 或者说这样一段爱 能不能让他们一辈子就这样相扶走下去 真的很难说 所以其实在爱中的两个人都很痛苦 是吧 你也挺痛苦的是吧 就他对你还不错 对 他对我还好 你也挺痛苦的 你也觉得你们俩挺合适 为什么这么世俗 是吧 对 好 老师们你们看看怎么办呢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莎老师 很多人都说 说爱情不分时间 不分空间 不分年龄 但其实有的时候 面对爱情要继续再往下 更深一步走的时候 现实就是一个很残酷的问题 你知不知道女方担心什么问题 就是跟你在一起往以后走的话 有很多很现实的问题啊 帮你们想一下 结了婚之后 你有没有想过 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想过 想过吧 想过 我能补充一句吗 我当时跟他在 当时谈的时候 我的第一条件就是 我这辈子 我不会再要孩子的 对 所以你看到了吗 这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他也知道 对于你来说这么年轻 未来的路还很长 进入一段婚姻 肯定想要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可是他的底线是 我不要再要孩子 你想过这些现实的问题吗 也就是说很多很多 其实很现实的问题摆在你面前 是你自己不愿意去面对 然后这个时候就会让女方觉得 你挺不成熟的 所以他其实每天都是在考虑着 你从来不想去面对的问题 对他来说 现在爱情已经是一个奢侈品了 他上有老下有小 然后还有那么一大摊子事业 他要支起的东西很多 所以对他来讲 一份爱情当然是好的 可以滋润他 但是如果一份爱情还会成为 他另外一种负担的话 你觉得他要得起这个爱情吗 他输不起了 然后对女方我想说的就是 其实有的时候 你想的问题是很现实的 是应该是这么想的 但是 爱情是冲动的 如果真的足够爱的话 很多问题 现实的问题你可以都是传到桥头自然值的一个理论 去迈过去 所以如果说真的 因为现实的问题 打败了爱情的话 你要直言不悔地告诉他 或者说让他死心死得更彻底一点 要不然的话 他永远是在那个朦胧的状态 他以为你们之间的阻碍是你的家庭 其实不是 谢谢 好 谢谢张老师 来 白老师 我觉得小伙子你觉得 在你们两个人的这段情感关系当中 是外人看起来谁更占便宜一些呢 是他吧 会觉得他占便宜 对 确实是这样 但是其实他是一个非常会去吃到亏的一个角色 他不仅吃亏 他还承担了一个很高很高的风险 你年轻 你青春 然后你还没有结过婚 所有一切的优势 好像都把他把这个便宜给占足了 他要背负的是什么 是类似于你姐姐那样对他的愤怒 你耽误我弟弟 你把我弟弟吃了什么迷魂药 他要担负起很多世俗的一些东西 甚至还有人会说 他是不是用了金钱的手段等等 他要担负很多在精神和道德层面上的这种压力 这个对于一个女性来说 其实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 另外他不占便宜在哪 因为你青春你输得起 你们两个人这样的一种情感关系 我不认为它是爱情 但我觉得它是依恋的一种存在 依恋关系 就是一种亲情的一种依恋关系 当然没有问题 任何走进婚姻的情感都不一定是爱情 有的是美好的依恋 也有其他的一些出发点 这些都无所谓 但是你青春 你在十年之后 当你从一个小男孩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男人 甚至十五年之后 那个时候 你也不过就是三十六岁 可那个时候她多大呢 她都五十岁了 而那个时候你可以很潇洒地说 我要再找一个女人 我要有自己的孩子 为什么 凭什么别人能有的 我没有 从小别人都有爸爸妈妈的疼爱 我没有 我就够亏的了 然后到现在 我还不能拥有我自己的孩子 你很合理的要求 可是到时候 你让这个女人情何以堪 所以表面上看 从现在看 好像是一个 你看这个女人命多好 真占便宜 为什么这个便宜 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敢去占的 因为背后的成本 大到我们可能真的无法去承担 我不认为这事是她占便宜的事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她的所有的情感的矛盾和冲突 我认为都是非常能够可以被理解的 如果你要真的 说我就是很爱她 我就是想要跟她在一起生活的话 那唯有时间能证明 但是时间恰恰是她所不拥有的资本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 我觉得小秦 就看你能活得够不够勇敢 所以就看你自己 这个事没有任何人能帮你做到一个决定 人生真的就得是靠自己去判断 自己去思考 你能不能承受你今天的决定 所带来15年之后 有可能高风险的那样的一个结果 如果你觉得你无法承受 那你就别贪恋现在嘴边上这口肉 如果你觉得你承受得了 人生怎么都是一场活 我就要活到一种很自然 很轰轰烈烈的 很酣畅淋漓的 那你就去享受 这个我觉得跟对或错 没有任何的关系 你也不用为任何别人的情感去负责和买单 谢谢你 好 谢谢白老师 来 涂老师 一个二十出头的男人 跟一个人到中年的女人 刚才白燕仪说可能会造成的风险 说直接一点吧 如果你们继续往下走 就是青春期遇上更年期 刚才一直都在说世俗 好像谁都很鄙夷世俗 但世俗就是客观存在的 世俗就是现实 很多世俗的东西 所以虽然听上去那么的不屑 好像和那种真挚的爱情和勇敢比起来 简直不堪一提 但生活当中就是柴米油盐 所以说我们很难跨越 除非有真正的冲动和勇敢 和爱情的燃烧才行 但你们显然不是 女生有两点可以证明 她不过是你那些小弟当中 比较特别的那一个而已 当有些小弟跟你说老婆 把你称之为老婆 你却不是特别感冒的时候 我就知道 其实你心里没有真正爱的人 如果你内心有一个非常真正爱的人 你会很介意其他的异性 对我这种不尊重的称呼 我是个有男人的女人了 你怎么可以这样称呼 但你根本不介意 所以你心中没有真爱的人 其次刚才你自己所说的 我一开始就跟你有言在先 我不会再生孩子了 这也不像是一个被爱情燃烧的女人说的话 如果你真的爱一个男人的话 即便人到四十 我也愿意为了你 为了这份爱试一试 但你没有 所以你根本不爱他 他不过是你众多小弟当中 比较听话 比较特别 比较需要温存的那一个而已 所以你也就更做不到 像刚才白燕仪所说的 爱就爱了 不后悔 你做不到 对于男生来说 只是想找一个停靠的地方 找一个港湾 你也没有考虑到 在这段婚姻当中 他可能会遭受到的风险 所以我依然要回顾那段电影台词 跟他们一样 也是相差十六岁的 那是真正被爱情冲动 被爱情燃烧 死也要在一起的 那种 年龄相差特别大的恋情 女生对男生说 我特别后悔 弟弟 我没有在我最好的年华遇上你 男生说 错 姐姐 遇上你就是我最好的年华 我们就要在一起 那才行 但这样的爱情 很少 你们不是 但既然我们不是勇敢的那百分之一 但我们一定要做真诚的百分之九 就这样 谢谢老师 听明白了 听明白就好了 坦诚相见吧 接底时间到 来 一起进入 那几天喝古方红糖 真情六十秒 其实我觉得吧 几个评论老师说的也挺 也有道理 但是我还是坚持 我自己心里边的想法 我还是那句话 不能跟你分手 我还是还想跟你在一起 希望你能再考虑一下 这个 对你的照顾 还是依旧一样的 我不会说 对你以前的好 再少一点 不会的 希望你再考虑一下 谢谢你对我的好 反正我对咱们俩的未来增大 我心中疑虑很大 我还是希望你找一个和你年龄相仿的 就是你家人可以接受得了的 真的 祝你幸福 哎 非要用这么一种方式来宣示 不如在生活里面一狠心就散了 多好 行了 谢谢两位 请回吧 回去吧 小伙子 好了 我们看了一段跨年恋 女方大男方16岁 有一方或者说现在两方 其实都有向前走的一个意愿和欲望 有人没有勇气想放开 其实放开也就放开吧 我倒觉得不应该选择这样一种方式 因为这样一种方式 对一个21岁的青年人来说 稍显残酷了一些 不如在生活里给到就算了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请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 天津FTV网络电视 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欢迎大家登陆优酷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爱奇艺乐视视频 PPTV剧力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来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有话跟他说吗 这可能是他自己的选择吧 他自己选择就够了 别纠缠人家放手 能放手吗 可以 希望姐姐好以后 也希望你好 好吗 好 加油 回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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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